拖吧 我们不是男人 这是五妹娘进宫一年后第一次事情 正准备沐浴更衣时 边上却有一群老太监看着她 她一脸娇羞手足无措 坐在浴桶里有两个老太监帮她沐浴 王公公 宠幸怎么这么麻烦呀 王公公告诉她 这活多阵地甭着急 梳妆打扮好的五妹娘迫不及待 快点啊 皇上都等急了 王公公却告诉她 皇上前半夜宠幸徐才人 后半夜才轮到她 五妹娘不高兴了 再轿子一刻也坐不下去 吵着闹着要下来 撒了坡地跑开了 被王公公在后面追着 结果正好碰上事情出来的徐才人 徐才人温婉如玉 我见游怜的样子 让五妹娘直接看呆了 久久回不过神 尤其她那一回眸 勾得人心神汤样 还是王公公在一旁催促 她才不舍地收回眼神 心中多了些许自卑 臣妾叩见皇上 五妹娘壮着胆子抬头偷看 余光瞟见角落的身影 吓得连忙低头叩拜 等她再次抬头时却发现 那只是一件挂着的龙袍 不仅为自己的愚昧无知发笑 然后走到龙袍面前 忍不住用手抚摸 是谁啊 五妹娘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意识到 眼前这个嘲笑她的老男人 正是当朝皇帝李世民 她连忙过去叩拜 李世民一把拉起她 给她灌下一杯酒 随即公主抱起五妹娘 大步朝着龙踏走去 把她扔到床上 李世民看着她战战兢兢的样子 立马脱下龙袍轻身过去 第一次试寝的妹娘慌张不已 疼痛之下她竟咬了她一口 就在李世民要打她时 看见五妹娘美若天仙 一时间被她的美貌迷住了 你长得如此娇媚 朕就赐你叫妹娘吧 承蒙恩宠后的五妹娘 又回到了她的小房间 丫鬟灵儿过来伺候 财人姐姐 皇上她长得什么样啊 皇上她长得威武极了 胡子能挂住弓箭 身子像一座山 妹娘被她折腾得浑身酸痛 让绫儿给她揉揉背 皇上要是喜欢姐姐的话 说不定啊 以后能当娘娘呢 灵儿这一番话让五妹娘想起儿时算的命 她六岁那年被父亲打扮成男孩子 一位叫袁天刚的道人给她看下 说她如果是个女孩的话 未来必可君临天下 第二天王公公带着皇帝的赏赐过来 妹娘聪明过人 她知道在宫中生存不易 初来乍到的她也知道要讨好公公 特意拿了一堆珠宝送给了王公公 让她日后多多照看她 王公公喜笑颜开地收下了 偷偷告诉她 今晚上皇上点名还要她事情 五妹娘本以为自己会轻云直上 没想到却因为大臣的一句话 就被李世民打入了冷宫 臣妾姓五 叫妹娘 五妹娘第一次事情的时候咬了李世民一口 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所以从那以后都是照她事情 妹娘在后宫风头大盛 这也遭到其他家里的羡慕极度恨 呦 老远就闻着一股骚气 哪来的狐狸变成精了 妹娘知道他们这是极度自己得了恩宠 她懂得在后宫生存步步为奸的道理 宁可多一个友人也不愿多一个敌人 于是她让灵儿把皇上的赏赐都拿出来 把东西都送了出去 因此妹娘也得以过了好些平静日子 这天皇上又照她事情 王公公前来接她 如今妹娘可算是独的恩宠 她也得给几分面子 虽然嘴上催着让妹娘快点 但十分耐心地在一旁候着 突然皇上让王公公回去一趟 等妹娘梳妆打扮好准备过去的时候 轿子却静止路过了她 王公公告诉她 今晚皇上改召徐才人事情了 妹娘十分不解 她不知为何皇上突然厌弃了她 她紧紧盯着徐才人 心想或许皇上是觉得徐才人更为貌美 才改召于她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妹娘急得团团转却也无可奈何 此时的五妹娘还不知道 李世民这辈子都不会召她事情了 而这一切源于都太使令的一句话 她昨晚夜观天象发现太白金星上出现了八个字 唐三代后 女主 故王 她告诉李世民这女人就在后宫中 而如今后宫姓武的女人只有五妹娘一人 为了江山设计 她只能放弃对五妹的喜爱 此后不再造型于她 也因此当晚就改召徐才人 第二天还赏赐了徐才人一堆宝贝 灵儿急急躁躁地过来跟妹娘报告 妹娘无心这些 她还以为是自己比不过徐才人 嗨 做天子的哪个不是张三木四喜心厌旧的 皇上怎么会只宠幸姐姐一个人呢 妹娘却觉得不是这样 皇上就算在喜心厌旧也不会突然变心 她怎么都想不通各种缘由 灵儿给她端来吃食 她也毫无食欲 可再怎么这也不能和自己身体过不去 结果她刚吃了几口就开始犯恶心 灵儿看她这样子觉得她定是怀了身孕 妹娘一时间大喜 灵儿认定她怀孕了要去禀报皇上 妹娘拦住了她 毕竟没有太医诊脉这事也不敢保准 谨慎起见她觉得可以再等等看 这事王公公突然过来 妹娘没有提及这事 借口说要吃糕点 送了几块猪玉给她把玩 也希望她能在皇上面前帮她美颜几句 可到了晚上妹娘精心打扮一番后 事情的人却还是徐才人 灵儿也她打抱不平 妹娘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得找个机会去会会她 可这徐才人向来独来独往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好接近 灵儿觉得没必要 还不如靠妹娘肚子里的孩子 妹娘欲言又止 结果外面突然传来 徐才人身为酒品充容的消息 这下妹娘彻底睡不着了 侍逢宫中为后宫嫔妃分发下妆 妹娘自从失宠后就备受冷落 只不过她如今无心这些 结果赏赐的衣物后便在一旁 不一会儿徐才人就来了 如今仔细一看 徐才人确实美丽动人气质非凡 妹娘还没来得及叫住她 她就走了 于是妹娘追去了她的宫里 你是谁 才人妩媚 特来和姐姐生风冲容 妹娘对自己的莫名失宠 百思不得其解 假借恭贺之名过来拜见徐才人 看看这个夺走她宠爱的徐才人 是否比她冒昧 却被徐才人一眼看穿她的小心思 以色是人 能好几时 说完便让丫鬟送五妹走 徐才人这边没问出什么来 五妹又找到皇上身边的大太监王公公 给了她一块翡翠 结果她收了东西就要走 五妹拉住她 皇上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听说有什么八字占语 五才人当心就是了 五妹还是不解 可她突然却问起妹娘是不是怀孕了 保险起见妹娘连忙摇头否认 而王公公之所以有这一问 是因为皇帝曾吩咐她 一旦五妹怀了孕就把她除掉 可没想到五妹藏着没说 丫鬟灵儿却大张旗鼓地说了出来 告诉你们吧 五才人哪 怀上小皇子了 你说的是真的 那还有假 王公公心里一惊 马上就带着御医过来给五妹把脉 幸运的是没有怀上 五妹也得以保住了这条小命 她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徐才人就派丫鬟来找她 原来前一天晚上徐才人事情的时候 她刚给皇上念完自己写的诗 皇上感慨一番说道 如果你的才学加上五妹的美貌 那朕还要叶庭宫干什么呢 徐才人借机询问为什么皇上不再宠信五妹 太使令的八字詹语说 唐三代后女主五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皇帝虽然心里还有五妹 却不敢再宠信于她 知道真相后的徐才人 特意过来把这事告诉五妹 皇上为什么还不杀了我呢 不知道 可是皇上 再也不会宠信五才人了 这可比杀了五妹还难受 这时旁边的宫殿传来一阵欢笑声 他们走过去一看 发现里面的女子全都疯疯癫癫的 他们全都是皇上的嫔妃 失去了戎虫以后只能在老死宫中 五妹仿佛看到了自己以后的样子 她恳求徐才人帮帮她 徐才人告诉她 她为五妹娘求了一个恩典 让她去做皇上的御前侍女 五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圣上有旨 将五才人五妹 变为御前侍女 王公公让灵儿也跟着一起去 五妹让她以后别叫她才人了 以后他们都一样同起同坐了 第一天上岗五妹运起就不好 正好赶上太子李承前和四皇子李太的内斗 皇上十分不高兴 见她来奉茶 也只是看了她几眼便挥退了她 五妹失去地回来了 她心知在御前侍奉只会更如履薄冰 只能小心再小心 但灵儿却不是这么想的 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就盼着哪天被皇上看上 飞上枝头便凤凰 五妹劝她安分守己 灵儿却不以为然 结果却因此丧了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